在南昌,投资一套500吨粮食烘干塔设备,其成本涉及多个方面 首先,设备本身的投资费用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由于烘干塔的规模、配置和品牌差异,价格会有一定浮动 对于500吨的粮食烘干塔,设备本身的价格通常在大型烘干设备的价格区间内 即50万至150万元人民币之间,除了设备费用,安装费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由于大型设备的安装过程较为复杂,需要考虑到人力、物料和时间成本 因此,安装费用通常在2万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外,设备的运输费用也需要纳入投资预算 运输费用取决于设备的体积、重量以及运输距离,通常约为2万至3万元人民币 此外,还是要考虑到一些其他费用,如土建、电器、管道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 这些费用应具体项目而已,但通常会在3万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 综合来看,投资南昌粮食烘干塔设备500吨的总成本 大致在140万至1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当然,具体投资费用还需根据设备选行、品牌选择以及实际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具体评估 在投资前,建议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成本分析 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盈利